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这个车主分享系列的这个影片 那今天我找来的这位车主呢 他开的是目前我国市场上 性价比最高的其中一款 B-Segme 轿车 那就是 Proton Persona 了 也说我们欢迎我们的车主 也就是 Ginnon 了 嗨 大家好 来 Ginnon 你分享一下你开的这个 Persona 是 什么年份的然后是什么 spec 是 2016 年年份的 然后是 Premium Spec 顶级版本啊 对最顶级版本 2016 年那就是讲这台车你是开了 4 年这样 对 可以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你会选这辆车 那时候是刚出社会做工 然后家里需要多一辆车 哦 OK 所以你之前是已经是有开着另外一台车 对是家里的旧款的 Persona 哦旧款的 Persona 所以你是从旧 Persona 换去新 Persona 对对 那分享一下为什么你可以选这个新代的 Persona 因为那时候的预算是大概在 六万 嗯哼 之后 选择其实没有很多 因为我本身比较偏向于 Sedan 哦 OK 因为后面有那个车尾箱可以再比较多一些那个 男生会比较喜欢 Sedan Sedan 这个车型 而且那时候 Persona 的 spec 其实都蛮不错 对 你这个 Full Spec 是还蛮多 Features 是吗 好像我记得好像还有那个自动大灯 对对 Auto Light 啊 Airbag 有六颗 所以这个价钱来讲其实是蛮值得的一个选择 对对 这两车你有开了四年吗 你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台 Persona 的这个用后感受吗 用后感受其实我蛮喜欢它的那个起步 起步 对对对 OK 怎样讲讲你喜欢它的起步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很多 我们对这个 Proton 的印象就是它的这个起步有点 Cake 水啦 但是你是喜欢的 可以大概讲一下吗 为什么解释一下 因为人家都知道 日本日系车起步都是属于比较那种暴力 尤其是那个很轻快 就很快 第二代的 Vios 就是那种很暴力的那种起步方式 可是 它是属于那种比较顺的 就是Persona 的话是比较稍微比较平顺 对对对对 它是稍微比较平顺那种 OK OK 那既然你刚才讲你是找 Sedan 你特别去找是个 Sedan 车型嘛 所以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你对这辆车的这个空间表现 感到如何 满不满意 其实 客乘坐空间其实算它是属于 比较中规中矩啦 可是我比较满意的是它的车尾箱 它车尾箱真的是很大 很大 对对对 我曾经有 一次回轰到的时候我塞了 Ikea 的桌子进去 Ikea 的桌子 Ikea 的桌子 哇 因为它后面的椅子 后面椅子可以倾倒 对 所以就把它塞进去了 塞得到 塞得到 哇 然后你刚才提到你讲你回HomeTout 所以你是 你HomeTout 是哪里 冰城 你可以评价一下这辆车的这个驾驶感受吗 因为回冰城其实是一个蛮长的一个路程 我觉得是可以考验到这辆车的这个驾驶表现 还有整体的这个表现 首先是它的那个操控其实是蛮不错 我觉得是Proton 在于那种舒适跟操控 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中键词 对 它成功调教到一个很平衡的设定 这方面我是很赞同 因为我也是开过Persona 它的车角真的是好 对 我比较喜欢那种就是 它的那个方向感 是你的那个方向盘转一点 然后它就跟着你转一点 比较精准 对对对 尤其是在过一些宜保山路的时候 对对 会比较有线性一点 之后就是它的乘客乘坐的那个椅子 其实也蛮舒适一点 你回公车有载人啊 有有 通常是跟我弟弟 你两个人在载人啊 那你弟弟觉得这台怎么样 他有留言过吗 就很舒服哦 OK 因为坐在旁边的就会不知不觉地睡着 那么俊仁你刚才讲了这些就是你满意的地方 那对这一台车你有不满意的地方吗 其实也是有的 就是最主要不满意的还是它的CVD OK 对对对 CVD 你不满意它什么地方 它高速 Cruising 时候的噪音 这个 我有试驾过这个Persona 它跑highway的时候 大概排120的时候 那个声音真的是蛮大声 那个声音不是从前面传进来 是从下面传上 明显感受到是从下面传上 对对对对 就是你跑百多的时候 它的RPM大概是三四千转是不是 对 大概在三四千转的时候 就会比较听到明显的那个CVD声音 嗯 那还有什么不喜欢的地方吗 嗯 除了这个 它低速的时候 有时候它不算是很长 可是它有时候还是会joking OK 这个也是一个Proton Punch CVD 的一个铜兵 大家都有听说过的 对对 嗯 之后我还有一点我比较不满意就是 它在 我试过曾经两次在highway的时候 我急踩刹车 然后那个侧尾飘飘飘出去 侧尾飘啊 可是你其实那时候你是 可是Standis 你Standis是抓着的 对抓着没有板 OK 那时候ABS有kick in吗 有 ABS跟那个Traction Control都是有kick in OK 哦这样你的车后面是drum brake 后面是drum brake 哦OK 可能我觉得这方面呢 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 前面Disk Brake 和后面 drum brake的这个ABS 它们的那个反应 可能不一致啊 就可能前面比较快 后面比较慢 所以就会导致这个 车位这样子调的这个问题啦 可是那个感觉会很可怕吗 其实有一点可怕 因为有一点 在你的控制之外的感觉 你就会觉得哦 像要抓不住抓不住 对对对 哇哦 OK 那除了这两个 还有吗 因为我们都知道是Proton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不满意其实还是有 还是有 就是 什么咧 它的 它的杂音还是一样 杂音啊 是怎样的杂音 那种老鼠声还是 对对对 我的是Dashboard 跟Head Unit 附近会比较严重一点 OK 对对对对 其实它们加了那个 那一条交条 就是塞了一些东西过后 对对对 塞了过后还是 其实还是一样 所以算是没有解决到啦 其实算是没有啦 OK 会大声吗 啊 其实还OK 只不过是不平的路就很明显 会感觉到比较烦一点 啊 OK 因为它是从四处传来的人 就感觉到会比较烦一点 嗯 OK OK 对 之后是我比较不喜欢的是 它的 啊 车 没有Reading 哦 因为 Iris 有嘛 对对对 前面那个就是 往后镜上面那个灯啊 对对对 就前面那个 它是 Persona 是在中间那个 所以有时候晚上 我要找东西的时候 会比较困难 因为就每次 滲透出去的时候 要去找东西 结果 就被折到了 灯就被我头折到 被折到就看不到了 OK 之后 啊 还有一点就是 嗯 你们知道 那个Poton的冷气就是 比较 Legendary 非常的冷 就北极般的冷 对对 冷啊 可是它的 那个冷气出风口 又没有做开关 然后 所以有时候 晚上开仓服的时候 有一点 兄弟 我知道你的感受 其实我以前 有一辆Saga FLX 我每次开那辆车 回JORHO 因为我放不到在JORHO 我都很希望这个Aircon 我其实已经开了一号 可是每次冷到 我都希望它一个半号 可以给我转 转 转稍微小一点 真的是很冷 可是我的Saga有的关啊 你的是那个Aircon 是没有的关 对对 四个出风口都没有的关 就 OK 这样我的Saga还好一点 因为我Saga是四个 它都是原型 对 所以我是可以直接这样 盖掉 盖掉了就没有这样冷 这样 OK 辛苦你了 这方面 其实我有一个 我本身是很好奇的一个问题 那就是因为Persona 用这个Punch CVT 很多人听到这个CVT 就真的是 哇 有点啪啪的感觉 那我想问你 身为一个四年的车主 这个Punch CVT 它有给到你 怎样的表现 你有满意还是不满意的地方吗 嗯 满意其实 我满喜欢那个CVT 那种 它动力衔接上来 它那种平顺性 其实它真的是 真的是满好开 很舒服的一款车 只不过是它 对于那个 低速行驶的时候 它的那种Jerking会比较 对 这一点我其实蛮好奇的 就是因为我本身 就是开Saga FLX 的时候 这个 你讲的这个低速行驶的Jerking 就是那个顿挫感 这样拉你一下 拉你一下 那感觉其实很明显 可是后来我听讲啦 就 Proton 有不断推出这个TCU的Update 那你的车是有Update过吗 对对 我上40千的时候 我换了那个CVT Oil 之后我是有做一个Update 那有 这方面它的表现有改善到吗 是有改善的 不过 就是它 之后它 就会比较灵敏一点 就会比较充 嗯哼 嗯哼 比较没有那个这样Jerking的啦 对对 比较没这样Jerking 可是 我 之后我 回恨不到 就是开了一旦高速公路 之后 我一到轰到之后 它的反应又再又再变回去 就比较 迟钝 你是这样Update了过后 它变到比较好了 然后你开长都回去过后 可是它又变回之前的那个设定 对对 这样奇怪 然后过后有解决到吗 这个问题 过后的时候我就 就刚好车里面有出一种偏方 嗯哼 我就跟着它偏方 自己Reset 就OK 哦 OK 一个偏方 一个偏方 对对对对 自己去Manual Reset 对对 自己去Manual Reset Manual Reset 就又变回新的那个设定 它不会完全一样 可是蛮接近 就会比 之后的好 就是跑的长度长 比之前的那个设定好了 就是又改回来了 对对对对对 蛮特别的 所以俊仁 接下来我就要问你这个保养方面的问题了 那我们还是要依照惯例 问一下你这个保养费用方面 这台Persona 它的这个价钱是大概在多少钱 嗯 大概是在300到700多之间 300到700 300的话是Normal Service Normal Service 700的话 我猜应该是Major Service Major Service 就是有换 换牙油 换牙油 对对对 牙油方面呢 因为这个Persona 它是用CVT 所以它的这个CVT 的费用是多少钱 你知道吗 300多400 单单换牙油吧 对单单换CVT 啊 对 其实它 会有这个价钱的主要原因是 因为它的这个CVT Filter 就百多块了 对 这方面是这个Punch CVT 费用稍微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啦 那我们在这里也顺便列出这个Persona 平均的这个保养费用 还有这个保养部件的价钱 包括它的人工方面呢 是66块一个小时的 那讲完这个保养费用啦 接下来我就要问你 对Persona 的这个 After Sales Service 方面的表现 你觉得如何 嗯 其实 我满满于他们的服务 服务态度了 你是去同一间吗 多数啦 就有时候 情况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就会去其他 其他的 Service Center 但是整体的 给到你的服务 都是你觉得满满的啦 对对 你有Claim 过东西吗 我其实有Claim 过东西 OK 那这方面有 会比较麻烦吗 还是 嗯 之前我是Claim 过一个Bearing 就 它当场换给我 直接换给我 直接换给我 其实就 从我的车开进去 到 弄好出来 没有到两个小时 哦 这样都很快是呀 那平时 Service 的话呢 平时 Service Normal Service 大概也是 在两三个小时之内 哦 这样很OK是哦 对对对 基本我都是会在那边等的 嗯嗯嗯 但是我之前 有遇到一个比较 不是很开心的经历啦 嗯嗯嗯嗯 就我 去年的时候 我的车有遇到一些小事故 因为其实那时候 我是准备要出 Highway 嗯嗯 所以我在 你知道余宝 它有那个 南北大道之后 它有一条 另外一条是属于JKR 的路 嗯嗯嗯 然后就那时候 晚上了 然后我正要出 嗯 然后我看到前面 罗里有掉一个东西出来 可是 你闪不到 闪不到 然后我就 我以为碾过没有事情 因为我看它好像蛮扁的 OK 结果一碾过 然后就 咔咔咔咔咔大声 打到你的车啦 对打到我的车 然后我的Meter 灯全部亮到完 全部一起亮 哇好像很严重 对 结果是什么事情 然后我就赶快停在路旁 然后一下车 那个 油桶爆掉了 你的油桶 踹到油桶 OK 所以车基本上是不能驾咯 对 之后我就打电话给那个 保险公司 叫他们来拖车 然后他们就说 我就问他 可不可以拖去KL 总部修理 他说你的那个保险值可以多到150公里 一内 OK 所以他讲通常他们是会建议拖去最靠近的那个Service Center 所以就拖去了油保一间Service Center 在Main Gleam Gleam等了两三个月才拿到车 三个月 三个月 对 换了之后我拿 我拿车第一天其实 我很兴奋 因为三个月没有进到自己的车 就很兴奋 所以就看看看外表 开换的有换 我就走了 就没有留意太多 之后我回到家里 再一次慢慢检查的时候才发现到说 他们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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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车内 哦 哦 里面啊 车内 对对对对 因为之前是跟我说 呃 因为我的是油箱 破掉嘛 所以它是整个地板要拆出来 哦 OK 对对对对 就是里面的那些 四板那些 四板全部破掉 连车漆也是有中 哇 车漆也有中 OK 哦 所以这就是你不满意的地方了 对 之后还有一个不满意就是 因为我是油桶爆掉嘛 它换一个新油桶给我 可是 我发现到我打满油的时候 还会漏油 漏油 漏油 对 怎样漏 就是直接这样滴出来 就滴出来 你看到 不知道的 以为是那个冷气的水 OK 哇 这个还蛮严重的 因为漏油 汽在地上 如果有火的话 整辆车就烧了 那到最后是怎样解决 到最后 我complain那个 打给Proton 打给Proton 原厂就跟我说 呃 你这个Case 是在预保 预保做的 因为预保办 帮你维修 所以你就要回预保做 可是我仍在CIA做工 对 所以当下你是 当下就很生气 然后我就 email给Proton OK 有complain啊 到最后结果这样 到最后 过了一两个星期 那 总部突然叫我 就叫我回去总部那边走 哦 所以到最后你的车是拿回总部 对对对 总部帮我解决 可是你讲一两个礼拜 所以你那一两个礼拜 那车是漏油的状态 对 所以那时候我不敢打满油 就打半通了 打半通它就不会漏 对 它只要是接近满的时候 它就会漏 OK 那其实就是 你回颜厂过 其实这个漏油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听其实是说它的 HOST 锁不紧 HOST 锁不紧 HOST 锁不紧 对 OK 那到最后是回颜厂 然后之前好像你讲的那些 帮我预保没有帮你解决 嗯 一部分就是 Hard Plastic 有帮我换掉咯 它是说 那个预保的那些 Service Center 出钱咯 就帮我换掉 嗯 可是车气就 就这样子而已 但这些都是在 HQ 进去 对 OK 它们是 是说 从 预保 它们寄那个 Parks 过来 在HQ 中 嗯 至少你是不用开去 预保了 对 OK So far 你就只是 Claim 过这个 Bearing 吗 其实也没有了 我有Claim 过 几样东西 就是还有包括 那个 车尾箱的那个 Boot Spring 就是 因为我那时候 刚拿车的时候 就有这个问题了 我在斜坡的时候 开着我的车的车尾箱 然后那个车尾箱会 它后不出 直接打上来 对对对对 我敲到头几次了 对对对对 是在斜坡而已 是在斜坡 就平地就 换了就没有事了 换了就没有事了 对对 还有吗 我还是有 我有Game 过一个Front Exorber Front Exorber 有什么事情 因为那时候 大概在 两年前吧 两年前的时候 我有听到我的车 脚有声音 然后我就回了 Broton 另外一间的 在布中的另外一间的 Civic Center 去Claim 那时候他们批评了 之后装上去 我刚开的时候 没有声音的 就 OK啦 就没有 没有去在意 然后 过了一年的时候 那个声音又回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去了 Ateria Johan 就请他们 帮我检查一下 结果 Ateria Johan 是跟我讲说 那其实跟我讲说 是我的 Azorber 没有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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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开这个 没有锁紧的Azorber 的车开了 接近一年 对对对 OK 但 幸好是你去到这间 然后他 过后跟你搞定 对对对 好 OK 分享了那么多故事 你可以 告诉我吗 你对这辆车的整体感受 有什么感想 嗯 其实我对于 它整体来讲说 其实是 还蛮满意的啦 就是 对我来说是 有点多过它缺点的 对对对对 尤其是 当时 它的价位上 当时我买的时候 确实 60,000 你要买有 AutoLight 有那些 Cycalf 然后还有这样多 HPF 对对对对 它在安全性上 其实 以这个价位 以这个等级来讲 其实真的是 蛮值得考虑的 当时又有Killer Century 刚刚六星Killer Century 对对对对对 所以对我来说是 性价比真的是很好的 当然 你不能讲说 它是最好 不过它肯定是 在它的价位里面最好 OK 如果给你选择的话 你还会再考虑Proton 给我选择的话 我还会再考虑Proton 下一两个想法是什么 X50 可是 还没有能力 人影梦想很伟大 这个就是你 对对对对 进步的一个推动力而已 对对对 OK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 我觉得这方面的资讯 已经是相当足够了 那我们要谢谢俊能 这里 过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非常谢谢你 OK 大家 觉得这一期的影片如何呢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可以分享 最重要的是要订阅我们的频道 如果有Proton车主的话 也别忘记在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你对这个 这台车的这个看法 以及这个 用后感 当然也欢迎各位 Proton车主在下方留言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